找你吗 自己的东西永远都是美好的 而且让人变得任性 每当那个人真正的离开你的时候 你才会想到他的好 并且恶劳不已 爱于面子 又不想哀求他回到你的身边 那么 对方是否会回来主动来找你呢 我们一起用塔拉牌来占卜一下吧 首先 内心保持平静 在下面这四张牌中 选这一张你第一印象最深刻的牌来 选好了吗 我们开始打开第一张牌 第一张牌 宝剑王后 对方会回头找你的概率 说起来算是比较小的 或许因为你们之间 已经有了挺深的芥蒂 要他主动再来找你 已经很难了 非常可能你们的未来就这样淡漠下去了 我们开始打开第二张牌 第二张牌 新笔三 应该来讲 对于他还是有一定的概率 会回来找你的 但是可能并不会很快 但是可能并不会很快 然而还需要注意在 未来他身边会不会有让他分心的事情 异性的出现 如果出现了 是否还会来找你就不好说了 我们开始打开第三张牌 第三张牌 权杖七 是否现阶段你们自己双方对对方出心中 还是存在一定的反抗心理呢 即使你心中有他 可能要你自动去等 你也不愿意 而他也是如此 如果中间没出现什么特殊情况的话 应该来讲 他会自动来找你的概率比较小 除非你去找他 或者有人中间做美 我们开始打开第四张牌 第四张牌 力量 首先他会回来找你 这个是肯定的 似乎你们之间并没有太严重的问题吧 所以他最多一两天无视你 最后还是会忍不住主动联系你 现阶段对于他 其实你还是很好能够把握住的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